聽個5秒鐘 然後放下來 聽個5秒鐘 放下來 這個是手腕的 那手指頭就這樣輕輕的幫它凹 要不然這個關節都硬掉了 這樣子 換個胃頭會痛啊 這樣兩邊都一樣 一個就是向上 向下 然後這手指頭 就這樣子給它輕輕的 輕輕的動 輕輕這樣子給它動 可是要凹不進去 我發現 這個一定要慢慢的要時間 因為你太久沒有動 它一定將硬 所以只能伸直握不起來 它這個地方很腫 你越不動越腫 越不動越腫 血液情況會不好啊 所以為什麼跟你說 那可是給它動它又叫 輕輕的嘛 你不要給它 痛到那個程度 按揚院跟按揚院講 只是要幫它做中啊 對阿 你是放在按揚院還是指負 對對對 按揚院 按揚院講 叫他有空跟他 你說醫生說他這個手 越動越腫 然後越硬 叫他請他有空 就這樣子輕輕的 幫他握一下 好 謝謝 就是手腕動一動 手指頭動一動 好 就比較不會腫 腳 腳沒看 腳也是腫 那個都是沒有動的關係 那你也教一下腳好不好 這個腳只有抬高啊 就抬高 你看這腳這個地方都裝起來 對啊 這也教一下好不好 這個就是抬高啊 就是要拿椅子來放平 他們通常都會給它起床以後 就坐在輪椅上 對對對 就這樣就放著啊 喔這樣 喔 然後放個半小時一小時 再給它放下來 喔這樣 喔 因為你同一個姿勢 它也不舒服 所以你就是 改變一下姿勢 那適度的給它抬高 它就走就消掉 喔就是抬起來就好了 不必 怎麼動不用動 不用啦 因為他們一下床鋪的時候 他自己也會走個幾步 沒有沒有一步 他都沒辦法走 他以前很厲害 以前都自己走 現在不一樣了啦 對 對 因為中風 而且二度中風 好就這樣 謝謝